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敢打 小爷我就成练高 掌分秘诀 比刷子要进步 我真棒 别灰心 下次一定 葛叔叔 你我同为学渣 为什么你能考这么高的分 那是因为我聪明 别闹 快说说你的掌分秘诀 我才不告诉你 我一定会搞清楚的 一只小游戏 补脑牛养餐 哈小浪 给我站住 够了 我告诉你 我把试卷上的数字二改成了吧 好啊 你俩居然敢改分数 老师 我没敢啊 老师 我再也不敢了 假如吃零食是一门风客 今天的作业 每人吃一百包辣条 吃不完不准放学 吃那么多辣条 脸上会长痘的 少吃一点行不行 少吃一包 期末考试扣一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亏了分数 只能牺牲我漂亮的脸蛋了 你作业吃到哪了 我才知道第十一包辣条 你怎么吃得那么快 学着点 只要同时握住三根辣条一起吃 就可以把速度提高三倍 既然使用偷懒大法 一次吃三根辣条 前面吃得无效 重新再吃一百包 这节课我们进行随堂测试 看谁能吃完这包辣条 这可是添加了魔鬼辣椒的变态辣条 从来没有人能吃完 老师 我吃完了 一包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怎么可能 既然你这么会吃 有本事把这些也一起吃完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求求你别再吃了 仓库里的零食已经被你吃完了 再吃些下就要逃避了 哦 优优独播吟委员 Hall